新劇隐形战队 明晚8点半隆重首播 今天一众演员出席宣传活动 向市民大派礼物 近日电视亦出了宣传片段 枪战飞车爆破样样有 非常精彩 我有很多朋友看了预告片 都觉得很紧臭 很厉害 我觉得很有型 我觉得很期待 希望出街的时候大家会喜欢 因为我们真的这部电影 除了整班演员很享受 拍得很开心之外 其实也真的很辛苦 每个人都问 是不是真的… 我看见你那条枪战在街上拍 是 真相实弹 很多人问这些东西 是 还有很多动作他们都会问 剧中当然不少得型男少女 个个都因为这部剧脱胎换骨 我原本不觉得自己有型 让他们说一说一说 让Jazz说一说一说 之前我没见过你那么帅 说一说 我自己都觉得是不是真的那么帅 后来之后 我昨天有个粉丝对比我之前的一部剧 叫做《雷霆素独》 是 拿着雷鸣灯的照片 我都被他笑 挖鞋子 你整容你啊 然后 混合了两张照片 十年 在TVB的时间 原来 我被Jazz提携了我 用这十年的时间帮我刁鞋 是 真的有型 你知道Jazz说我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说我是被天然爱耽误了的型男 我终于做了一次型男 阿Moon和Tiffany就说马铭虽然有型 但就担心她的眼睛有事 因为永远都不敢直视那些女孩 我觉得她那天可能没有带光了 她散光了 有时候是 你会不会听不到 而且现在又散光了 我看不到 她的眼睛和耳朵 刚才又听不到的 我想她应该要做一个全新的 body check 还有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剧里面 我们总是开新窗 我们全部都带了耳塞 我诚实想带三个在里面 是 但马铭是不需要带的 所以 他们完全没有反应 爆破、窗声 我问她 你不怕那么大声 我刚才脱了一粒 我实际以明 她说 没什么 听不到 不是,完全听不到